介绍林女们 大家过年好 是不是等这个呢 别着急 有 有 这边也有 有的 别忘了啊 晚上八点 打开抖音抢红包 最高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媳妇 不少了 媳妇 回来了 我媳妇 我媳妇漂不漂亮 媳妇看看 过年了 我给咱儿子买的 灰山 马瑞好奶粉 珍稀 娟山奶源 百分百 自营牧场 这奶粉太好了 小时候我唠不着喝 我要是能唠着喝这个 天天喝 我这大哥 我现在还能长一尺 光要儿子的呀 我的礼物呢 有你的 给给给给 看这狗啊 看这小裙子多好 表现不错 试试试试 这跟你平时的眼光 可不太一样啊 不是我的眼光 是我跟我的秘书小娜 逛了四个钟头的商场 才给你挑的这个小裙子 这是给我买的吗 咋不是呢 我能塞进去吗 还真是呢 小娜替她试的时候可好看了 又清纯又可爱 她这一笔量怎么那么可怕呢 什么情况 陈顺芬 你怎么那么可恶的 退了去 别退人 小娜挺辛苦的 退了去 那你给小娜买得了呗 给我来啥 拿走 住手 顺芬啊 怎么回事啊 大姑娘 怎么又招人家二米生气啊 大姐夫 你给我评评理 你看看 这是前顺芬 邪的女秘书 逛了四个小时的街 给我买的衣服 我能穿吗 顺芬 那怎么给你做主 顺芬啊 你看看 你这买的个这是什么玩意啊 挺好看的 什么好看 什么眼神 二米粒的体格有多宽 你心里没数吗 那个 你陪小大逛街去了 小娜陪着我 逛四个小时街 你是逛街去了吗 妈呀 你可别胡说呀 谁说 刚才大姐夫提醒我了 你是那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吧 二米啊 二米啊 你看他姐妹 你也给我起 看 我的妈呀 二米 你这品牌的大姐夫可挡不住你 你眼睛等了啊 大姐 哎 大姐出来 哎呀 这是干啥呀 超八卧的 你送我的房子不够气牙了 哎呦你妈 你这又要提谁呀 我提死他俩 哎 他还提过我呢 就你最不会说话 就是他 我大姐会说二米粒胖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说人家二米粒胖了 我是说人家二米粒壮 你给我起开 大姐你说多不会说话呀 还嫌我胖 我能有你胖啊 是 你看 二米也不是大姐夫说的 什么眼神 你大姐胖 你大姐可不是一般的胖 哎呦 但是你大姐肥而不腻 大姐夫啊 你是大熊猫点外卖呀 什么意思 损到家了呀 你咋那么损 你说话呀 你也别多气 人家没什么好东西 咱呢 人家更睡美容觉呢 都被你们吵醒了 要不是今天我去中国移动办理 五级全家想套餐 送了我个大礼包 我心情还不错 我早跟你们急了 哎呀 一人办套餐 五级全家想 你又知道了 啥的 小土豆子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不会说话了 是小姨 她是不会说话 你还不如她呢 我说你们两个大直男呢 我呀给你们两个人 请了一个高人 专门治你们俩的直男病 是治腰椎吗 什么乱七八糟 哎 时间差不多了 人怎么还没到啊 是不是等我呢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 是最懂女人的男人 女人的好朋友 男人的大救星 凯文 我的出现 就是让大家学会 白头幸福到老 听懂的哭唱 好 大姐夫 这哪是啥高人呢 这不是个病人吗 小米烈 这玩意乱蒙行不这玩意乱 有人质疑我 再见 哎 对不对 凯文 你下去 小米啊 我的脾气你最了解 对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我扭头就走 不用说了 我今天我给你面子啊 我就待一会儿 就一会儿 行赶紧做吧 谁也别动 保护一下案发现场 谁向我叙述一下本案的经过 我 文师傅啊 开吻 开师傅 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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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随便吧 不好记 师傅啊 是这样的 这不过年了吗 我给我媳妇 就那个 就买了个礼物 你这几言了 打起来了 算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件衣服 不是你选的 对不对 你哪知道的呢 就你那眼睛 还没有抬头文宽呢 你能有这眼光吗 依我看来 这件衣服 应该是一个 三十岁以下 身高一米六八以上 体重不超过一百斤 既清纯又可爱 眼睛大大的 一个妙龄少女 替你出的主意 对不对 我看呢 说的就是小娜 小娜就这样 而且在你付钱的时候 他在你旁边 还说了一句话 哎呦 我真羡慕嫂子 有你这么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一个字都不差 你是算命的吧 我是命中了吧 命中了 我告诉你 这只能算我辨别绿茶的 一个小小的能力而已 你是怎么辨别的呢 其实辨别绿茶 有一个最简单 最粗暴的方法 记住了 你老婆说她是 她就是 因为女人最懂女人 而我是更懂女人的男人 听懂的 不敢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不是女的 我是个男的 你别忘了 咱们两个人是同类 我更懂的是男人 开师傅 开的 开师傅 开问 开 请问你随便吧 是这样的 他们俩人打架 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个调解人 哎呦 还调解人 你是折磨人吧 是不是因为你的出现 他们两个人吵得更加的激烈 对 我告诉你 你的病更重 因为什么呢 你不会说话 一说话就惹人生气 对 对 那个 半天了 来 坐会儿 坐会儿吧 早天让我坐了 腿都满了 对对对 吃个苹果 学着点 这个苹果有毒吧 不可能有毒啊 肯定有 因为毒苹果 只能出现在 白雪公主的手里 哎呀 这大玩意 哎呀 音乐停 停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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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婆也拿过毒苹果 你闭嘴 你说你损不损 这么大的白雪公主 都飘起来了 你非得把她拽下来 而且你还是掏着头发 哎呀 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 这真是个高人啊 我说 那个什么师傅 我现在太期待 你对我的改造 马上改造 给你们治疗 这么的啊 治疗之前 家属先回避 走走走 回避一会儿 你给我回来 干嘛呀 光家属呢 你是病人 而且你病更重 他是治疗 你得手术 你还跑了 顺发 哎 我期待你来改变 你放心 老公 我期待变了的没有用的 快走吧 开始治疗 首先呢 我出几道题 你们来回答 如果答对了 有奖励 答错的话 惩罚你们 请听题 如果亲你的老婆 给你们一百块 亲这个世界上最美 最性感的女人 给你们一千块 请问 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一百 我不会亲别的女人 错 一千 谁会跟钱过不去 拿这些钱 给我媳妇买好吃的 好不好 错 你要正确答案 是一千一 因为你的老婆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 最性感的女人 听懂的鼓掌 不懂就别鼓了 别硬踩 不是不是 不是 你就没有这个选项 对啊 我要是有这个选项 你要是答对了 那留我何用啊 那咱是不是得讲理 家是讲理的地方吗 家是讲爱的地方 你得让你的老婆知道 无论外面有多大的诱惑 她才是你唯一的选项 懂了 懂了 吓我一跳 我懂了 我懂了 怪不得每次下班啊 不能跟我媳妇聊女的 哪怕聊个老太太 她都跟我积眼 哎呀 高人呢 必须的 我跟你说 我向你学习 我没说话 你没有态度 请听下语 假如 你们的老婆生病了 只有 跟你的前女友复合 才能救她 你该怎么办 妈呀 这明显是一道送命的体验 大姐夫 你先打 我来就玩了 那我是和哪个前女友复合 才能治了我老婆的病呢 妈呀 你有几个前女友啊 人命关天 你万一复合错了呢 不是 老师 我有个问题啊 我老婆病了 为什么我前女友是要引子呢 你话这么多呢 把我问蒙了 你知道不 你话太多 嘴这么碎呢 这是一道很常见的提醒 对对对 假如 你老婆问你 假如我跟我妈掉河里了 假如我生气了 假如你不爱我了 假如我受伤了 记住了 要否定这个假如 就不能让这个假如出现 所以呢 正确答案是 我就不可能跟你妈同时出现在河边 也不可能不爱你 也不可能让你受伤 更不会跟你分手 否定这个假如 才是万能的公式 哎哟 其实这道题 最大的雷啊 是这个前女友 我前女友不是要引子吗 怎么又成雷了呢 不是哪个雷把你嘴崩了 这么碎 他不懂 哎呀 开门师傅 开门师傅 开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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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坐下 咱坐下 行不 咱坐下 别着急 别生气 大姐夫来 你也坐 你也坐 哎 你别老问 你听说啊 来来来 我告诉你们 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是是 一旦听到前女友这三个字 你要表明你的态度 你就不能有这个前女友 董事长 我还有个问题 我要是没有前女友的话 我老婆的病怎么治 你说我 还还还 我问你 怎么办 人呢 别的 我别的根拢一下 我好像没过去 怎么办 好 来 开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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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尽了 开门老师 开门老师 你坐坐坐坐 都坐都坐都坐 来 哎 你起来 起来 起来 你还坐 来 咱们聊 来 咱们聊 咱们聊 前女友都已经过去了 还提她干啥呢 啥 那是你过去了 你老婆她能过去吗 我告诉你 她过不去的 你那是个例 不能说所有女人都这样 你怎么还在 哎呀 哎呀 又来又来 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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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远点啊 行了 我怎么一举一砍着 当你那就给我否了 对 那个师傅 师傅 老师 师傅 是这样的 她说的也有点道理 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对不对 好好好 小米啊 来你出来 来 小米出来一下 改造你 就算啊 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喜欢这种宿命题 那你们了解女人吗 啊 女人的口是心非 你们又知道多少呢 假如啊 现在 我是你们 假如呢 小米 是你们的老婆 我们在一起 等一下 你不是说 不要假如吗 我就假如了 哎呀 我跟他说 哎呀 开水师傅 哎呀 这个名字 逼不住我 开什么师傅 上一边 你越傻傻 是不是 好好好 我就假如了 我就假如了 怎么办 你假如 你假如 你就让他假如 你假吧 假如啊 我现在是你们 假如呢 小米是你们的老婆 实景应用体 记住了啊 来 这个锤子给你 谁错了 不狠狠地给我锤子 好嘞 开始 老公 哎 你看那个包 好看吗 真好看 哎老婆 嗯 你要是喜欢 咱把它买了吧 太贵了 不要了吧 请听题 这个不要了吧 是买还是不买 不买 错 啥也不是 我们接着溜达 哎 老婆 嗯 我觉得 刚才那个包不贵 要不 咱给它买咯 其实 也没那么喜欢 还是不要了吧 请听题 还是不要了吧 是买还是不买 不买 又错了 又错了 我们不理了 我们接着溜达 走 我们来到了武爱市场 小米 哎 我觉得 刚才那个包 挺适合你的 要不咱们回去 把它买咯 人家不都说 不要了吗 不要了 请抢答 不 不买了 这都急眼了 不买了 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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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也抢答一回 你每次都我挨揍 我抢不过你啊 我 你出了抢 你什么玩意都不是你 我说吧 哎呀 师傅 这个题出得太好了 这个问题就是我生命的真实写照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问啥问呢 管它要和不要 买就完了 对 你看看人家 对吧 大姐夫 要我说你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 你说你在那磨磨唧唧的一直问问问 问了你不买 不买你还问 我没问呢 我一句都没问 我一直说不买啊 行了 别说了 哎呀 师傅你别生气啊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媳妇吧 她跟别的媳妇不一样 她脾气急 她要是急了眼 买啥都不好使 你说咋整 我懂了 你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我教你怎么解决 小米 记信 哼 我生气了 你给我站住 小米 你是逃不掉的 不管你跑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 唯一的那门光 看什么玩儿呢 看什么玩儿 你要把强强强强 是不是啊 我要不拦着嘴就下去了 是不是啊 哎 大姐夫 你不懂 就刚才她那招 没几个女人都扛得住 你别说女人啊 男人都扛不住啊 啊 多女人扛不住了 你给我扛开 你扛开 扛开 扛我猴干嘛 你扛我猴 扛我猴干嘛 你扛你扛不扛 你扛不扛 行了 后面 我交不了了 我交不了了 就交到这吧 这样啊 我再告诉你们最后一句话 记住了 一定要浪漫 因为啊 浪漫来源于生活 什么牵手啊 对视啊 还有抒情的音乐 这些呢 都会增进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哦 这样吧 哎 我这呢 有一本秘笔 秘笔给我 你用不着 给你的 你拿好 好好看看 你扛我头 一会我看你表现 差一点 你看我大锤子 我轮你一步 我能不能先表现一下的 啊 你来 你来 二米烈 二米烈你出来 啊 这么快就学会了 小眼神 亲爱的 啊 打我 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让你打我 打 你看你 亲爱的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我的眼睛里再无其他异性 你就是我后半生 唯一的选项 啊 不相信啊 小米烈 啊 考验我 帅哥 可不可以帮人家 拧下瓶盖 对不起 我不会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的话 找我媳妇吧 别说拧瓶盖 天灵盖都给你拧开 好 特别好 特别有感觉 很细腻啊 你教的好 可以 可以啊 大米 啊 大米 哎 出来 别完了 大米 啊 打我 哎呀 老公 来来来 怎么了 哎呀 大米啊 啊 大米你别从底下打 你从上面来 从上面 大米 你的眼睛真好看 里边有河流 有山川 有花鸟 但是 我的眼睛更好看 因为我的眼睛里边 有你 哎呀 买得多整不费了呢 保持住 继续继续 大米 啊 好 你跑 好 好 严重 哎 哎 你真跑不掉的 大米 你一秒钟也离不开我 我要做你的眼珠子 你喜欢吗 喜欢 你给我撒开 好啊 完美 可以可以 很好很好啊 我原谅你了 你锁我猴不是针对我呀 你连你媳妇都锁呀 你不光嘴碎 你手还欠的 开文师傅 我觉得你 你教的真不错 真不错 那今天晚上就留下吃饭吧 好不好 大姐 那个我前两天听前任分说 你包那个酸菜馅饺子特好吃 今晚整点呗 拖来 拖来 刚才这些话是我说的吗 你前两天说的吗 哎呀 我怎么能当着你的面 夸别的女人呢 哎呀 我还吃这个女人做的饭 哎呀 不至于啊 不说错了 行了行了 我对不起 让我原谅你 大姐 今早若是同一句 此生也算共白土 我爱你 不撒开 哎呀太好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甜言蜜语 眼中只有你呀 哎呀妈 日子不过了 这脑袋不要了 大姐 这膀子差点没给我拽掉了 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老公啊 我还是喜欢以前老公 他最起码他不祸祸祸人呢 对我也喜欢之前的 所以马上不这么祸祸 手上的手 给我钻子都不祸祸了 不是啊 就以前那个老公 连话都不会说 也不懂你们女人的心思 你们也能接受 他最起码说的是实话呀 对呀 老公 你说实话 你嫌我胖吗 嫌我能吃吗 大米 我觉得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那个最美的女人 能吃多好 能吃说明他健康 健康是福 老公啊 师傅 那你有没有觉得 我之前总是跟你无理取闹 然后不管什么日子 都想要纪念呢 媳妇啊 当然需要纪念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都值得纪念 放心吧 以后再给你买礼物 我自己去 老师啊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有些招啊 可能还挺管用的 但是我觉得 夫妻之间在一起啊 最重要的 不是互相使什么招 是信任 是理解 是包容 你说对不 哎 你看看 我让碎嘴子给我上一课 你这不啥都懂吗 看来啊 这老范家能够幸福 他也是有原因的 我就当学习来了 我下次我还来 我跟你们切除 那太好了 欢迎你来 现在你家也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 我呀就是因为忙活你家的事 我妈呀想安宽带 我都给忘了 哎 你要帮宽带啊 那你去办中国移动5G 全家想套餐就送宽带 还送三张5G卡 外加一个大礼包 还有这好事呢 那我可去了啊 等会儿啊 咱先给肩膀灵女们 拜个年呗 对 欢乐观点 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拜年啦 昨年好 昨年好 哎呦 太开心了 刚才看了你们这个小品啊 我觉得是呼唤夫妻之间的一个相互理解 呃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文松 你是不是懂得很多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呢 有什么样的啊 你是不是忍不一样的啊 有什么样的啊